大家好,我是Paul,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先讀標題給你聽 Flight Attendants trade heels for sneakers on Ukraine's SkyUp Airlines 好,Flight Attendant,講過很多次,空服員 trade的就交換,也可以是貿易的意思 You trade A for B,用A換B 所以他們換了heels,換來什麼呢?換來sneakers trade for,heels是什麼?heel幾個字,我們這裡看 這個heel,跟右邊,中間這個發音叫heel,地獄 最後這個呢,發音是短的heel 所以he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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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el是腳跟 可以引申為高跟鞋,high heels,高跟嘛,高腳跟 heel,地獄,heel是小山坡,所以這三個字認識一下 所以他們換了高跟鞋換來什麼東西?換走了高跟鞋換來的sneakers sneakers就球鞋 所以這個空服員竟然可以穿,你看這個圖片就還不錯 看起來蠻舒服的 他們可以穿球鞋 而且穿的套裝呢,不再是裙子了 所以如果你被我的標題騙進來 你想說他們本來的裙子叫什麼名字呢?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OK,所以high heels,high heels不再有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裡面的內容 所以他的名字很有趣 Alexandrina 很有趣的一個烏克蘭的名字 Dani Senko Anyway 所以senior flight attendant with seven years of experience 七年的經驗的一個空服員 他說呢 says she sometimes doesn't get a spare minute to sit down 他連一分鐘都不能坐下來 這個spare minute就是多出來的一分鐘 所以這個spare的這個字我們要好好講一下 這是我今天想講的重點 其實spare 我用一點簡單一點的方式來說說看 spare這個字 像spare tire叫做備胎 spare tire打給你看 spare tire 那他這邊講的spare minute 這是難道是備一分鐘嗎? 不要把那個備這個字想的那麼樣的糾結在這邊 我們的spare 我來直接看幾個例句 會簡單一點 所以如果今天一個乞丐跟你討錢 他可能問說 hey could you spare any change? 這裡的spare是動詞 或者他可以問 do you have any spare change? do you have any spare change? 所以這裡兩個spare 詞性不一樣 樓上的could you spare any change是動詞 下面的do you have any spare change? spare加change是名詞 對不起change是名詞 spare是形容詞 但我們用一個簡單一點的意義來解釋它 真的會簡單很多 spare就是你跟這個東西是說拜拜沒關係的 這個東西你不要了也無所謂 它是多出來的額外出來的 但我沒有想講extra這個字 所以spare就是這個東西你用掉也不可惜的 之類的這種概念 所以假設我今天吃飯1000塊錢 吃了450塊 手上有1000塊吃了450塊 找給我550塊 所以我就有個50塊的零錢跟印上500塊 這個故事好像有點複雜 不過你大家懂啦 所以一個乞丐跟我說 could you spare any change? 我摸了一下口袋 500塊不能給你太多了 50塊算了給你好了 所以這50塊我跟他說拜拜不會可惜不會痛 這就是spare的概念 所以像在那個電影裡面 你遇到一個 你要把他殺掉 拿一個槍 你是一個壞人 那那個人就說 請你不要殺了我 他可能會說 Please spare my life 所以這裡的spare 動詞後面加的不是change 而是life 所以他的命 你不要會怎樣嗎? 不會怎樣 所以你spare他的life 拜拜囉 不殺你了 沒事 大概懂意思了嗎? 所以這個spare的形容詞的用法 其實也差不多 那我們再換一個內容 我是老師 你跟我問一個問題 老師你有沒有一分鐘借一下 跟我講一下關係代名詞的結構文法好不好 我說一分鐘講不完 可能要講七八分鐘 十幾分鐘 甚至兩堂課 但是如果說我有這個時間 可以跟這個時間說拜拜不可惜的話 那我就用兩小時講給你聽嘛 So 你可能就會問說 Could you spare a minute? 這裡的spare的動詞用法 You're ok Right? 那像這邊再換一個句子 你平常閒暇時間幹什麼 這些閒暇時間也是一樣 用掉你不可惜的啊 所以 What do you do in your spare time? 你的spare time 就是你的 閒暇的時間 額外的用掉不可惜的時間 希望講到這裡你懂了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spare minute 來坐下來 在一個flight當中 所以這個spare minute 就是 躲出來的一些時間 躲出來的一分鐘 可以坐下來休息 And dreams of resting her swollen legs 以及他就會夢想著 休息他的腫脹的腿 在穿了好幾小時的heels之後 所以這裡的heels剛說過是高跟鞋 So she dreams of resting her swollen legs After spending hours wearing heels 所以這裡的swollen這個字 它是swell這個字是它的原型 swell也可以是說事情很棒 something swells something is oh that's oh swell 就很棒 很少看到這個字的說真的 因為這感覺是比較老派的用法 那swell是腫起來 所以過去分詞是swollen 過去是就是swall swell swall 是swall嗎 有點忘記了 算了不補充這個啦 anyway再看下去 所以下面看到的這個 好我們來看這個 好所以這家航空公司 他公出了這家航空公司 decides to put an end to heels and pencil skirts 所以來了 所以這家航空公司決定呢 put an end to something 就是對什麼事情來終結掉 end是結束你知道 so if you put an end to something you put a stop to it you quail it 我在講另外一堂課 正好講到這個字 這個字有平息的意思 OK 平息quail 好所以他決定put an end to this what heels剛講到 pencil skirt 就是我拐你進來看的這個東西 所以pencil skirt是什麼呢 就是這玩意 OK 你看起來像不像一個pencil 像不像一個鉛筆 好像吧 我一直畫他這個地方有點怪怪 對不起 我不是變態 so 他們決定呢put an end to pencil skirt 所以套裝的下面那個部分 裙子的部分 pencil skirt OK 所以再往下看的話呢 我們看到他新的服裝 我們剛剛照片看過他用文字描述一下 先的sky up uniform for women now includes white nike sneakers 白色的nike的運動鞋 球鞋 white nike sneakers 還有一個很loose的 loose這個字又鬆鬆的鬆垮一點 orange suit 所以橘色的這個套裝 但是套裝下面不是pencil skirt 下面是trousers 所以trouser這個詞就是長褲 OK 你看看說pants也可以 呀沒有錯 那他用trouser這個字來說 也是沒問題的 那多半是兩條嘛 左右褲管最複數 跟pants一樣 and a silk scarf 以及他們還多配一個 silk是絲的 絲的scarf是圍巾 所以配一個絲圍巾 絲巾 或者講說也可以簡單一點 ok scarf a silk scarf cool 那都是Ukrainian的這個品牌 而white t-shirt呢 白色的t-shirt 會取代掉blouses 所以最後講一個blouse 就是女生的上裝 男生的就是shirt 你講到女生的 就叫做blouse OK blouse 最後我們講一個這個 這邊一個片語 他說 他們換這樣的衣服很棒啊 因為原本穿套裝的時候 要是今天飛機在水上迫降好了 你穿個套裝怎麼行動啊 所以他這裡說了一個 god forbid if but if a crew has to do a landing in water and an evacuation heels can damage the ladder and it won't be very comfortable to swim in a skirt 這裡說的 所以god forbid就是 啊 老天別讓這件事發生啦 可是如果真發生的話 那就會怎樣怎樣 所以下面的內容就是 希望老天不要讓它發生的事情 你看這個好像有點 轉的彎有點多 可是我再說一次 我們希望不要發現下面這件事情 所以希望不要發生 因此前面說了一個老天保佑啊 這樣子 啊老天保佑啊 但是如果有一天 這個crew 就是講到剛剛的flight attendant 必須要landing in water 就是水上迫降 以及evacuation就是驅散 驅散裡面的機艙的人員的時候 你穿一個heels 可能就會傷到他的樓梯 沒有錯 ladder樓梯 OK 而且在穿著裙子游泳 大概不會太舒服 所以這個god forbid的用法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啊 要求good 別發生這件事 老天保佑別發生 可是如果真發生了 那我們得怎麼辦 所以god forbid這樣的用法 Forbit就是禁止 簡單的說 OK 所以我們講到這裡 不錯 我們講完了滿多的一些 今天值得的補充 主要講這個spare這個單詞用法 希望你是喜歡這個內容的 我們很快的複習一下 所以我的複習的圖片拿出來 yeah OK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了 剛說的三個h開頭的字 高跟鞋或者腳跟heel 地獄hell 小山坡heel heel OK 很像我們台語的heel 好anyway highheel是高跟鞋 spare是腫起來 他真的夢想 能夠把這個腫脹的腳 腫脹的腿抬起來休息一下 大概是 所以swollen就是腫起來的 酷 spare 剛剛講到的是 備用的啦 或者是 你可以跟他說拜拜 而不會可惜的 所以spare的意義上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剛剛講的備胎 spare tire 然後 你能不能給我一點零錢 乞丐跟你要錢 Could you spare any change 動詞 Do you have any spare change 形容詞 時間也一樣 Could you spare a minute Do you have a minute to spare 也可以 Do you have a minute to spare 變成是一個 又變成動詞用法 不定詞的用法 So do you have a minute 你有1分鐘嗎 而這一分鐘是可以跟他說 拜拜不可惜的嗎 to spare Do you have a minute to spare 大概是這樣 那你在閒暇時間做什麼事 What do you do in your spare time spare又來了一次 OK Put an end to something 把什麼事情給 終結掉 也就是把它quail掉 然後pencil skirt 剛剛看到過 套裝下面的裙子的部分 難道叫套裙嗎 褲裙嗎 還是就裙子 緊身裙 好像叫緊身裙吧 我們的標題就是緊身裙 其實想半天 trouser是褲子 長褲沒問題 就pants這樣 然後silk scarf 他們會配一個絲巾 silk scarf 然後blouse 是女生的上召 那God forbid 老天保佑 別讓下面這件事發生 上帝禁止他 God forbid OK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